这个日本大帆县对战争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了日本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兵员 把这个士兵送到了战场为天皇而战 为天皇而死 这个不起眼的一个农村的这么一个县城 他最大的贡献是向这个政界和军界输出了好几个著名的领导人 这几个人呢对战争里边这个走向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其中之一呢就有一个叫南次郎的 这名未来的将军啊是1874年出生的 就在这个大分县的一个叫日出的渔村 他呢这个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 在骑兵兵队任过职 后来参加过日俄战争 在这之后呢这个与这个中国和韩国的冲突中 他不断的升职 一直升到了陆军指挥官 1927年的时候啊 嗯 当时日本呢就有一位这个陆军参谋长 就写报告说啊这个中国人在这个满洲 这个对日本的这个扩张抵制开始越来的越厉害 有点加剧了 而且呢这个势头呢好像也在蔓延 嗯 所以啊在当时有很多的日本人 越来越认为呢就是日本需要通过加强军事统治 来控制这个地区 而不再应该继续用那种过去的什么那种方式 就是软尖尸啊什么的 呃 共同富裕啊就这种的啊 不能再用了 要强力 呃 那当时呢就这个男次郎他也发表了一个讲话 就说一定要警惕中国的民族主义崛起了 而且呢他认为这个民族主义崛起不是一时的 而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 所以呢他们一批这种军官都认为 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个极端的选择 要么就是可耻的撤退 要么你就得必须更进一步的暴力扩张 呃1931年的时候呢 清华战争不是又打响了吗 当时男次郎呢是关东军的指挥官 并兼任日本驻韦满的这个大使 与此同时呢他还兼任这个韩国的总督 战争时期呢他还被这个任命为日本这个大帝国的国会和赴密院成员 大分线啊还出了两个著名的军人 一个叫美京美智郎和崇光辉 这两个人呢分别都担任过德国 不是这个帝国这个陆军海军和外交使团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啊这几个人他们当时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些重要的军事行动和外交策略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几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者 从头到尾都是强硬派 在这里啊我们要说说大分线还有一个著名的军队 就叫47联队 这个联队呢就几乎都是由大分线的年轻士兵组成的 1932年这个联队呢到达了中国 33年开始呢他们就跟中国的军队啊第一次交锋 然后呢这个联队又参与了热和 朝阳建平赤丰几个战役 呃四月份他们就到达了北京 呃在这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呃 这个北京的一个郊区他们驻扎来维持治安 到了1937年 33年他们先是满载而归啊 胜利了回到了大分线 直到1937年的时候他们又接到了命令 再度来到了中国 呃差不多1937年8月份吧 这个联队还是由这个长谷川正这个上校带领下 在这个 从这个大分线 火车站出发 完了以后呢呃到了这个釜山 经过釜山又到了北京 在北京的南郊朱家屋安宁扎寨 呃 到了八月底他们就又接到了这个向西南移动的命令 然后呢他们就攻击了保定 出发之前啊 这个上校呢就接到了这个指挥官的战斗命令和这个以下的指示 告诉他们呢说你们要注意啊 务必火化阵盲的将士 将骨灰和遗物送还 士兵家属 另外呢 你要保证你的联队的官兵严禁强奸和抢劫 这个阶段啊 这个日本军队呢 将骨灰送还给他们亲人呢 还是可行的 到后来哪还有骨灰啊 直接就给一盒子 里边隔一小木盘就写一名字 至于这个强奸和抢劫的这个禁令啊 在这个战争中根本就没起任何的作用 其实我认为呢也是他们这个军官纵容 再加上啊 他们这个从小就受到的教育就认为啊 他们大和民族是亚洲优秀的品种 优秀的其他都是略等民族 反正啊 这个47分队 在47连队在中国可真是留下了 雷雷雪啊 接下来几周呢 这个连队呢就到了保定 9月下旬到了保定 当时呢他们就有一个报纸啊 专门讲了一下 他们是怎么攻下的这个保定城的 这个报道呢是这么说的 说呢这个 全体的这个连队的官兵啊 都精疲力尽了 因为呀打的也是非常的艰难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 这第三大队的这个队长就接受到呢 派他你得给我组织一个突击队 这上位呢就选择了三个士兵组成了赶死队 这三个人啊就轻装出发 每个人呢带了一把短刀和一把十字枪 另外呢有一个人呢带了一把机关枪 他们呢就跃出了战壕就摸到了那个城墙下面 这时候呢中国军队呢就发现了 就开始向他们呀 头扔这个手榴弹 但这三个人呢正好躲在一个死角啊 所以毫发无损 接着呢这帮人就 这三个赶死队的人啊 就用十字枪 就挖那个小坑 从那个城墙上 做那脚蹬子 蹬这个垂直的城墙 翻上了墙头 这时候呢被几个中国士兵给发现了 可是呢 这个有 他们不是三个有一个拿着机关枪的吗 就开始用机关枪扫射了 另外两个名呢 一看 哎 赶紧就从这个被打死的中国士兵那 缴获了武器 也开始向这个 他们这个方向冲过来的 一百多名中国士兵 开始开枪 就三个人兑一百多个人 但很快啊 这个中国士兵呢 就被这个赶死队 给压制住了 赶死队呢就下令 说你们投降 这个中国士兵啊 他也不懂日文 可是呢 他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把武器放下 这时候呢 赶死队呢 就从这个军府口袋里边 掏出了一面 日本旗插在了北门的上边了 打开沉重的城门 1937年9月24日 日本军 占领了保定 到11月份呢 这个47连队又参加了金山集战 上海啊 沦陷以后呢 这个日军开始重整了 原本呢 是想着呀 这帮人就想着这个大分线的 这帮连队的 以为呢 这个上海战役一打完 就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回家了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下了一个命 说呀 你们 并入到这个第十军里边去 于是呢 他们就参加了南京战役 这个部队就等于 还做了先遣部队 11月19号 当时啊 东京方面呢 这个政府方面啊 对下一步的这个战略方案啊 还举其不定呢 其实呢 是想稳固一下 先不打了 可是呢 这个第十军的这个头头 叫柳传平柱 他呢 就擅自命令这个47连队和他 管署的这第十军 追击国民党军队 然后呢 把这个向南京这边撤退的啊 全部都要扫除清楚 他同时这个干这个的时候呢 他向这个上司写了一个报告 说呢 这个目前状况啊 不允许我们 这个做这种撤销 进攻南京的计划 因为我有第六感 只要承受追击 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的 拿下南京 这时候啊 东京呢 觉得有点不稳妥 就一直没有批准他这个计划 11月24号的时候呢 当时总参谋部还给他呢 发了个命令 让他呀 千万先不要进攻南京 但是呢 这个柳川平柱 就跟没听见一样 所谓的 将士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反正啊 我没听见 11月30日呢 这个大分线的这个连队 就接到了命令 就是一定要赶在这个蒋介石军队重组之前 赶到南京 日军呢 就已经开始这时候轰炸南京了 整个南京城啊 都遭到了破坏 当时呢 日军呢 就琢磨着说 肯定这南京啊 很快 垂手可得 于是就命令这些这个大分线呢 和他这个第十军的所有部队啊 放下资重的武器 轻装行军 除了必要的战备和医疗用品 一切从简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啊 尽管呢 当时中国军队呢 确实是陷入了一片混乱 但是呢 日军往前推进的呢 也并不如意 中国军队呢 迅速的又重组反击 与这个日军呢 就交战 每一步往前推行呢 都令日军呢 非常的困难 因此呢 就造成了他这个轻装行军的这个决定啊 造成了他的粮食和各方面都短缺 这时候呢 这个第十军呢 就又下命令说 那你们就在沿途的城市和村庄 你们自行解决你们的粮食供应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购买 到后来那就是失控了 大规模的就开始抢劫 掠夺 甚至呢 就开始焚烧村庄 12月10日的时候呢 大分线连队呢 就参加了在南京城外 占领这个南侧82高地的战斗 这个战斗啊 激烈的程度 令这个日军也觉得大感意外 他没想到这个都被打的这个溃散的这个国民党军队 居然有那么强的战斗力 造成了特别多人的死亡 但是最终啊 这个还是由他们拿下了这一块 可以这个看到整个南京城的这个高地 第二天呢 这个第六师就将这个炮火集中在了西南城门 这个大分线这个连队呢 就奉命了 他不是突击队吗 你先遣的 你先攻打这个城市 于是呢 这个第三中队就先开始发起了进攻 渡船 他不是有护城河吗 大板子 搭那种小船 就渡这个护城河 拆人家的房屋 完了以后呢 把那个民房都给烧了 干嘛呀 他要制造烟幕 六个士兵组成一个赶死队 然后呢搭那种临时用的那种竹梯子 这个梯子呢有20公尺高 呃 死亡率确实挺高 反正呢 就是他们这个六名这个赶死队里边啊 呃 有一个掉下去了 四个被击毙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爬上了城墙 但是呢 他是因为数量多啊 好几组好几组 所以呢 这个其他的这个连队也有这个官兵 就这样进入了南京城 这个大分线的这个连队啊 在日军里边也是算是很强的一个连队了 所以你看他经常被派到前面去当那个赶死队 当先遣部队 当时呢 有一个这个士兵后来啊 他回忆就说 他那个一开始分配他呢 就是做军官训练 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使用机枪和大炮 而且啊 你这个在使用大炮的时候啊 你要会几何 因为你要算角度啊 各方面的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呃 知识也是有一定的基础才行的 这个呢 你要说啊 当时日本的教育在这个方面 确实要比咱们中国强的多 咱们那个中国招来的那士兵啊 那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 所以呢 他们都能够很快的掌握这些先进的武器 这个士兵当时这个老兵啊 当时他回忆说呢 他们还学习什么呢 就是你在战斗中你怎么用兵啊 这个下达攻击命令的时候 你要看准时机 什么样的时机 你才能够起身 招呼着你底下的人 跟着你一块往前冲 除了这个技术方面呢 他们呢还要接受一种 就是五十道精神的训练 就是说什么呢 你要随时为了这个五十道 为了人类的成就 你要去自我牺牲 所以经常啊 这个跟咱们打这个仗的时候 这个根据他们的回忆录 有很多他们的战友 全都是直接就自杀性的往前冲 这个老兵呢 当时就说 他说我呀 那时候就觉得 我只要是为了我的国家 那随时我准备去死 每天呢 他参加这个点名了以后啊 他就跑步到那个 他们的军校 有一个一角 那里有一角呢 专门给他们立了一个神社 跑那去祈祷 祈祷呢 一个是呢 他要这个啊 为这个国家 奋斗终身 再一个啊 他们在这个军校还要学什么呢 还要学格斗 学登山 学这个建树 还要学柔道 跟他在一起的啊 就有三个士兵 当时呢就是 给自己啊 绑着那个炸药 就直接冲到那个咱们那个中国军队队伍里去了 这么说吧 大分线的这个联队啊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 他就具有了神风的精神 所以啊 这个神风后来那个基地设在大分线 也是有一定的基础和道理的 嗯 行吧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期再见 关于南京大屠杀啊 呃 因为有太多的报道了 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多说了 嗯 我只说呢 就是日 日本这方面 他们在大分线的这些人的这个反应 当时呢 参加这个 南京 这个 攻占的这个有一个人呢 当时他就觉得说 报道了 说我们在这个 南京 攻克了南京三天以后吧 第十军的有一个叫法务官小川 他就到了这个南京的城边上 看到了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失衡遍野 到处都是大火 你要往前走 只能够跨过尸体前进 从那个南门呢 他走进去的 一进去一看呢 道路的两旁 全是尸体 走到房上呢 跳望呢 就是到处 也是冲天的火焰 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也如实的在他们的大分线 做了报道 可是呢 参加的这个部队里面 有一个就是战士 他就觉得 我们没有 这个人呢 就叫木修七 他说呀 我反正我没见着 他说因为这个 他给自己辩解 他说中国军队 他缺乏这个纪律和道德观 他们心狠手辣 在这个进军南京的途中啊 这个 他们的部队 有二百多名日本士兵 被残忍的杀害了 而且呢 在这个南京战役中呢 这些中国军官 他脱下了军装 就混入到了当地的市民那里了 就导致了 这个 我们可能就杀错了 这个 这个就是 一直以来 那个日本军国主义 和这个 想为自己辩护的这些人 采取的一个策略和理由 这个木修七呢 当时他就说 他说我们 这个连队是非常的严格的 根本不可能 说我们不许引用当地的水 嗯 我们就是平时要给那个马 喂鲜料都要使劲的检查 因为怕里边会被下毒 此外呢 我们的士兵晚上是不许出去的 嗯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给当地的军民造成不好的影响和困扰 另外呢 我们从来都是来去匆匆 根本也没机会跟当地人交流 嗯 我们军队确实有体罚 嗯 但是我们军队里边都这样 我也经常爱打呀 我那教官打起我来 那简直是拿狠的拿鞭子抽 嗯 在这个大分线啊 嗯 这个连队里边 有一个历史学者呢 就做了如下的记忆 嗯 就是8月1日这个连队进入中国 他们呢 就很快的从上海向西北挺进 参加了南京战役 但是呢 这个部队在南京进行了声名狼藉的南京大屠杀 这个历史学者也是日本人 他呢 也是如实的报道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现状 和真实的这个场景 他说呢 就是当时的日军肆无忌惮的进行抢劫 纵火暴行和强奸 嗯 但是啊 他在这个报道的时候呢 他又为他的军队呢 做辩解 说战争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典型的战争 使人疯狂的例子 嗯 占领了南京以后啊 这个大分线 那就一直就歌颂这个南京的这个胜利啊 什么的 还拍了一个电影 就叫南京 在这个电影里呢 把这个什么南京战役中受伤返回前线的士兵啊 都捧成了这个日本的国宝 而且呢 就是在电影中啊 还表现的就是 这些即将离开这个医院的这些伤兵啊 听说要回到部队去了 那都高兴的那个跳起来 完了呢 医生啊 护士啊 都家道来欢送 唱着歌啊 鼓励这些英雄啊 继续的返回前线 这个英勇战斗 死而后及 绝不投降 这时候的日本啊 所有的这个官兵当时都认为呢 是中国的这个仗 打完了 就算是结束了 但是呢 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这个对华战争 这时候就陷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这时候就会变成了一个旷途的 这时候就会变成了一个旷途的